阿里的酒桌文化让我想起娱乐圈的酒桌文化,都让人头皮发麻,这种所谓的酒桌文化正在各行业欲演誉列成为社会的独流,急需整顿,本文文字原创首发,图片来自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,谢谢,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周一好,这两天一直被阿里巴巴的新闻刷屏,可怕的酒桌文化啊,其实,不管各行各业都有它们的潜规则, 而阿里的酒桌文化让我想起娱乐圈的酒桌文化,都让人头皮发麻,来看一下,娱乐圈也有自己的酒桌文化,这些圈内大咖们,跟女演员或者年轻的名气不大的明星们的互动,基本都是在饭桌上,她们手里端着酒杯,或许是明星门主动找的大咖,也有可能是被大咖约见谈事情,谈通告,谈字缘,或者看剧本,总之,这是她们的沟通方式, 记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芳华电影的庆功宴,当时冯小刚陈道明和一中人,当时主演苗妙也在场,没错,就是现在郑凯的老婆,当时,冯小刚门起哄,要苗妙现场跳舞,陈道明当时就先吼了一句,还没见过跳舞的麻, 之后,在陈道明的伴奏下,苗妙脱了鞋子当中跳舞,很多网友都说,苗妙也是因为这一次,她的资源就不好了,之后就没怎么有资源了, 而娱乐圈的酒桌文化,已经不限定为女性了,年轻的男明星,也会被女领导约见,吴亦凡就是其中的以后,而这种现象,也提有很少数女星敢于拒绝, 或许像韩雪这样,有自己的背景的,人家不敢约见的,韩雪直接拒绝,表示,还会能说清楚的事情, 为神魔一定要去饭桌上讲呢,还有一种明星可以拒绝,那就是大咖顶流,那些没有名气的,需要上位的女明星, 往往容易中招,现在来看,不管是娱乐圈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职场,年轻的员工,或许都有被领导门约见到饭桌上的可能, 这已经预演预列成为影响社会风气的毒瘤了,急需全面整顿呢。